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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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趙福昌 今天首先要介紹的是 土耳其境內的和平示威遊行 為什麼會演變成警民衝突事件 人民為什麼這麼憤怒 他們的訴求為何 而最近全球天災不斷 除了昨天在台灣南投的大地震之外 中歐國家的水患也讓人印象深刻 最後則要帶您來關心兒童的教育問題 我們將先從印度的橋下學校說起 再來談談澳洲的科技教育和聽障教育的發展 首先我們來談談土耳其最近的幾名衝突事件 還記得今年3月 土耳其政府成功說服 庫德組停火 這件事情讓土耳其總理艾爾段的國際聲望大幅提升 但是好景不長 自從今年5月以來 土耳其大小城市的示威遊行不斷 讓土耳其政府的形象又掉入谷底 上個星期所爆發的大規模示威遊行 從首都安卡拉到第一大城伊斯坦堡 甚至連沿海城市也熱淚響應 原本這是一場和平的示威遊行 民眾只是抗議政府要拆除一座位於伊斯坦堡市中心的公園 要改建商場和軍營 但是土耳其政府卻派出大批警察 用催淚瓦斯水柱來驅離群眾 根據國際特色組織的表示 造成了兩人死亡上千人受傷 使得單純的反對拆除公園 演變成反政府的抗議活動 要艾爾段總理下台 艾爾段已經執政十年之久 一直有行事作風過於獨裁的批評 除此之外 他還嚴格的控制媒體 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變得掉 而另一項嚴重的批評是 艾爾段的施政有討好伊斯坦教徒的嫌疑 這和土耳其一直所標榜的政教分離 世俗政治原則被盜而立 這些潛在人民心中的不滿 隨著這次警民衝突事件爆發出來 艾爾段總理應該要好好應對 否則明年的大選對他相當不利 從南到北不分大城小鎮 土耳其反政府示威行動風起雲湧 原本是數百人在大城伊斯坦堡塔克辛廣場 和平靜坐 反對拆除公園表達綠色訴求 沒想到警方以警棍還有催淚瓦斯強力驅趕 並且在廣場周邊部署大批鎮暴警察 用激烈的手段驅趕民眾 禁止進入塔克辛廣場以及商業區 和平靜坐變調 演變成暴力衝突 引發民眾不滿 示威蔓延到全國 估計首都安卡拉就有七千人上街 成為現任總理長全十年來 面臨的最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 三天衝突下來 警方逮捕了上千人 還造成一千多人受傷 由於情況嚴重 當地醫學院學生 還在安卡拉設立了臨時醫療戰 收容大量的傷患 許多人因為受到催淚瓦斯影響 前來就醫 臨時醫療戰裡擠滿了傷患 公立醫院還捐助了許多醫療物資 緊急搶救 這次因為警方驅趕民眾造成許多人受傷 也引發國際關注 美國、歐洲聯盟還有國際人權團體 紛紛要求土耳其當局克制 伊斯坦堡市長表示 很遺憾沒有把公園改建的計畫 事先告訴民眾 並且說由這次事件當中學到了教訓 其實反對改建只是個引爆點 艾爾段長全十年來 經濟突飛猛進 也讓他的支持度居高不下 不過最近實施的爭議性施政 例如限制廣告法令 讓許多民眾覺得政府越來越專政 趁機加入抗議行列 而且宣洩對政府累積的不滿情緒 這現在是民主黨的戰爭 這就是民主黨的戰爭 這就是民主黨的戰爭 全都是民主黨的戰爭 二段坦誠 警方可能反應過度 但是面對獨裁專政的指責 他有話要說 這次是民主黨的戰爭 這次是民主黨的戰爭 外界普遍预期 爱尔段会角逐总统大位 他也谴责有心人士 趁机鼓噪作乱 不过抗疫的声浪还没有平息 至少5000人持续在四大城市继续抗争 而且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如何落幕考验土耳其当局 是否会对明年大选造成冲击 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虽然近年来土耳其的经济成长快速 但是政治上的表现总是差强人意 一些民主人权问题 总是让土耳其脱不了关系 这是警民冲突事件 能不能迫使土耳其政府调整统治方式 还有待观察 接着我们来看看欧洲的水患问题 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 中欧国家纷纷传出水患 德国 瑞士 奥地利 波兰 捷克等中欧国家 已经造成多人失踪与死亡 灾情比较严重的国家 例如捷克 首都布拉格因为连日暴雨 使得古迹多处泡水 而地铁也被迫关闭 连外道路也因此封闭 奥地利则经历了11年来最惨重的灾情 大雨所引发的土石流 已经夺走数条人命 失踪人数也在继续向上攀升 德国海德堡在即将的大雨 而造成内卡尔河溃体 假在大量的泥沙的洪水 淹没了街道 民众的生活相当不便 远眺著名的布拉格城堡 坐落在福尔塔瓦河边 落成至今1143年的历史 现在被大水包围 接连几天的大雨 河水泛滥 河岸边已经汪洋一片 东欧国家捷克首都布拉格 历史古城受到大水威胁 布拉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址 拥有数百栋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 教堂 还有一座跨越福尔塔瓦河 唯一的历史桥梁 查理大桥 今年的这场大雨 因为河水高涨而风桥 捷克总理宣布 国家大部分地区 都进入紧急状态 拨款1500万美元救援 派出2000位军人 架设围离 和堆沙包 布拉格市政府 限制大众运输 事实上2002年 捷克就曾经发生严重水患 捷克政府花了1亿5000万美元设立了防洪系统 捷克南部的邻国 捷克南部的邻国 奥地利也是洪水肆虐 部分地区几天的大雨相当于两个月的降雨量 北部谢尔丁地区水位创下百年新高 130户人家撤离 德国东部和南部地区一样是大雨成灾 多瑙河和穆尔德河持续泛滥 淹水快要一层楼的高度 很多住家都堆沙包 有的地方还是严重进水 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帕少地区 三条河川汇流 河水水位高涨超过2002年的记录 有句话说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上个星期 全球视野报道过一系列的 贫通教育问题 例如巴西 刚果 乌安达等等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印度特有的桥下学校 尽管在儿童免费 义务教育权力法的规范下 印度6到14岁的孩童 要接受免费的强制性教育 但是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儿童 碍于家庭贫穷 只好在家帮忙放弃上学的机会 库马是一位贫穷但很热心的印度人 他在首都新德里的一座高架桥下 免费开设露天学校 替贫穷的孩童免费上课 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印度12亿人口位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中国 但是传统的种性制度 以及贫富悬殊 使教育不普及 三层左右的印度人 是文盲 高居世界第一位 印度政府如果改善贫穷与教育问题 将是未来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 高架桥上火车行经的吵杂声 桥下有小朋友 打扫 铺垫子 席地而坐 这群小朋友的学习之路 就像满地碎石一样 颠簸难行 因为高架桥下 就是孩子们的教室 努天教室 也不影响库马老师上课 马起来 umpa 印度今年三月底開始 實施6到14歲孩子免費義務教育 上學的孩子增加了600萬人 學生人數增加 老師卻還缺70萬人 很多老師也沒有經過完整訓練 結果印度政府免費教育 利益善良 教育效果卻開倒車 到政府立岸學校讀書的孩子 百分之六十八到了三年級 程度連一年級生都不如的人數 還比兩年前增加一成 這是一個正確的步驟 因為它顯示了很多基本的 學校需要有的 如果我看來 實際的目的目標 有一個強調的動作 但是如果教育是要保證 一個特別的學習 我認為我們有很多工作 最快要開始工作 更容易看來 孩子的進步 四歲大的普利亞 才在橋下上課幾個月 一週六天 每天兩小時 已經能寫能讀 比起學生爆滿的公立學校 學習效果遠遠超前 高架橋下的教室 由志工自發心誠意 服務的學生家長 多半是外勞農民或小販 若是主群進不了公立教育體系 高架橋下的教室 成功輔導超過一百人 到公立學校註冊 繼續正規教育 只不過 還距高架橋下的教室 能為印度教育服務多久 了解了印度平統的教育問題之後 我們將帶領到地球的另一端 來看看澳洲的科技教育 根據澳洲科技公司 麥克菲的一項調查報告 8到12歲的500名澳洲孩童中 有超過三分之二擁有臉書 在長期的科技教育影響之下 澳洲孩童早已習慣 把3G產品融入教育和生活中 許多澳洲孩童 也透過這種科技產品 進行網路交友 他們的思想也因此 比一般同年齡的孩童還早熟 把科技技術和科技產品 融入生活和教育中 固然是好 但是如果只會和冰冷的科技產品接觸 是否會降低與人接觸的能力 值得思考 上課了 21世紀小學生沒有課本 一台觸控式平板電腦在手 許海無涯卻能掌控在彈指之間 不再是傳統白紙黑字 書本不再有厚度和沉重的負擔 輕薄四方螢幕裡的世界 無限寬廣 澳洲雪梨小學把3C科技當成教學工具 帶3C產品來上課的計畫 已經在澳洲各學校會為蜂巢 家長原本半信半疑 我最初想知道他們會在學校玩遊戲 在學校玩遊戲 但我肯定是不可能 發現孩子更樂於學習 也感受到時代正在改變 我其實覺得它可以更加強 一些人的學習 所以字幕、寫字、描述 都會出現一個很不同的媒體 一個是她喜歡的 所以我認為它更加傳統的學習 傳統紙上作業 不論圖畫或文字都是靜態 平板電腦和數位多媒體播放器 讓文字龍飛鳳舞 讓圖畫立體真實 非常有趣 因為我從來沒有拍攝電影 所以這是很棒的經驗 在拍攝電影中 在拍攝電影中 傳統歲月強調開卷有益 數位年代 閱讀的好處不變 更多了環保便利 活潑生動 好 如何健康的使用3C產品 的確很重要 看完了澳洲高科技教育之後 最後我們要帶你來看看 同樣也是在澳洲 但是先天上並不是如此幸運的 聽障兒童的教育問題 根據統計 澳洲約有350萬聽覺障礙人士 大約是總人口的15% 如此高的比例 也讓澳洲越來越重視聽障領域的研究 澳洲雪梨邁格里大學中 有一家聽障治療中心 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研究與治療機構 這家聽障治療中心 匯集了相關的專科醫師 從研究診斷到生活諮詢 無所不包 讓病患享有全方位的服務與照顧 每個人都非完美 總有缺陷和不足的地方 如果輔助治療 並找出生命的出口 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今年才三歲的比爾 五個月大的時候 就因為聽覺障礙 開始使用助聽器 他的母親路易斯說 早期對小比爾聽覺問題的導證 有相當大的幫助 我非常羨慕 他做的事 我們可以有少許的談論 我們也有少許的工作 我們也有少許的工作 跟詞語和詞語 我們還是有少許的工作 但我們也知道他所說的 母親的臉上笑容滿意 小比爾耳朵上戴著白色助聽器 玩得興高采烈 能夠獲得適當的幫助 為在澳洲雪梨 麥格里大學內的這家 幫助聽障兒童的治療中心 功不可沒 因為這裡有很多 特殊專長的專家 在咖啡中心 你會有一個工程師 坐在一附近 一附近 一附近 特別教授 這家聽障治療中心 是由麥格里大學 以及澳洲政府 共同出資 1.4億美元 大約40多億台幣建造的 結合特殊專科醫師 以及服務機構 從研究、診斷到生活諮詢 不僅讓整個治療過程 變得更簡單些 而且病人獲得的是 全方位的幫助 而一般為小朋友 特別設計的聽覺測驗 輔助器材也同樣不會少 我們會拿到耳朵 然後聽 當我們聽到聲音 我們會把豬放進去 好嗎 聽得很好 我們一起試一試 哇 那很快 在這個聽覺障礙治療中心裡 已經網羅了許多各方面 赫赫有名的專家 從世界上的 這是一個獨特的概念 而且一種 讓聽到聲音和鼓勵 一家人 11年前 從南非移民到澳洲來 他是澳洲 全國殘障體育比賽冠軍 同時也希望能代表澳洲 參加2017年的 殘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殘而不廢 身體上的缺陷 沒有阻止他們勇於挑戰自我 依然努力不懈 梅斯林也有著同樣的雄心壯志 而來到雪梨的聽障治療中心 成為他邁向奧運之路的 一個最大助力 有這麼好的 好友善的 設施 我認為是非常奇妙的 根據統計 澳洲有聽覺障礙的人 超過300萬人 大約佔總人口15% 比例要比台灣高很多 對於許多有聽覺障礙的小朋友而言 能夠聽到美妙的音樂 翩翩起舞 可能是最開心的事 要能投獲障礙 家人的辛苦 不在話下 還有社會上的幫助 也不可或缺 雪梨聽障治療中心 希望能成為有力支柱 讓有聽障人士的家庭 不再那麼辛苦 全球視野 每天給你不同觀點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脈動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